后车窗破了一个大洞 这台也是车窗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两台车共同点是都停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台积村 台积村治安再度亮红灯 27号传出A社区多达六台车遭破窗撬开车门 监视系录下深夜里三名青年鬼鬼祟祟现身台积村 尽管已经报警采集指纹 但还是让工程师好担心台积村已经成为有心人士头号目标 早在一个礼拜前台积村逼社区传出被流浪汉闯入 嚣张入住空房还对住户比出不雅首饰 有住户冒险拍影片空房早被流浪汉占地为王 行李家当统统搬进去 最后出动警方鹤枪实弹攻坚 即便寄出高额转让金也没人敢接手 工程师好无奈 因为当初入住公司要求签约三年否则不给住房补助 一个月租金两千美金要是解约不只赔押金补助金也通通没有 一年损失超过三万五千美元 有人选择搬出找分租套房 因为两次治安危机都不见公司积极作为 就怕下一次威胁的不只是财产更是生命安全 但对此台积电暂时没有回应 静新闻组合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